大家好,我是万哲 今天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跨年的一个主题 那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先为不可胜 在分享这个主题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就是,今年来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或者是问过你的朋友 或者是说被你的朋友问过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容易 但是近几年确实乱得很 那么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 在2020年,这一年给出了我们一个答案 这个世界,它病了 这些是一个具象的描述 也是一个抽象的比喻 说它是一个具象的描述 是因为从2020年开年起 就有一种后来被称之为新冠病毒的东西 带来了蔓延全球的疫情 2月份,疫情在全球蔓延 因此我们看到了地球停摆 到了3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金融市场发生了极大的震荡 10天之内,美股四次熔断 这是史无前例之史无前例了 到了4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又能够看到 美油期货的5月合约 陷入了一个负值区间 这不但违背了我们所谓的生活常识 事实上也违背了所谓的经济学规律 到了6月份的时候 我们都在想 好像这疫情差不多了吧 是不是地球可以重启了 然而并不是这样 第二波疫情汹汹又袭来 是的,这个世界病了 而且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抽象的比喻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在2月份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 英国媒体的记者在中国武汉的街头 面对着因为防控疫情所需要的禁足 他带着一种嘲弄的批评的口气 然而到了这一年的12月份 英国向全世界宣布 他的首都伦敦也需要封城了 而其他的国家像法国德国等等 马上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也就是与他断行 我们也能够看到 即使这一年带给了人类 那么多的痛苦 那么多的不堪 然而在到底要不要戴口罩 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上 从年头争论到年尾 许多人上街去游行 也仍然没有解决 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到底要戴口罩 还是不戴口罩 甚至有一些美国人 拿着枪支走上街头 他们说我们要自由 然而在纽约时报头版刊登的那些名字 他们也永远无法听到这样的喧嚣了 即使是疫情这样的大事件 世界上也没有能够停止世界其他的纷乱 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能看到 美国的黑人弗洛伊德 他在一个白人警察的膝下窒息死亡 因此引发了美国全国 乃至其他很多国家的打砸抢的暴乱 我们必须说这个世界是真的病了 正因为如此 我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今天这个主题 那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诚如我刚才所说 这个世界病了 它病得不轻 而且它早就已经病了 不管是近年来我们看到的中美贸易战 日韩贸易战 美国和欧洲的军费之争 或者是美国从各个国际组织里退群 实际上都让我们发现 全球的保守主义 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 在不断的上升 而在08年之前我们会发现 世界上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说 这已经是历史的终结了 全球主义 多边主义 自由主义 在全球的繁盛使得大家认为 这个国家 或者是说这个世界的秩序 已经定型 然而我们发现 08年之后 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是为什么呢 当我们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治理的终极困局 而要谈到这个困局 必须从一个历史更长的维度 来了解这件事情 百年未有 一百年前到现在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认为有三个大的趋势 正是这三个趋势 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变局 如果从政治上看 我们会发现 一百年前的此时 正是一战结束之后 那么一战之后 二战之后 冷战之后 全球发生了一个重要新趋势 就是全球化 地球变平了 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那么从经济上看呢 我们也会发现 从上世纪 20年代的大萧条 70年代的滞胀 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开始了另一个重要趋势 那也就是金融化 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全球的金融化 既走向了一个低谷 又走向了一个高潮 第三个趋势是技术上的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我们看到 人类的技术迭代 有了很多的突破 那么上世纪80年代 互联网的诞生 以及在本世纪初 互联网泡沫的破灭 到08年金融危机时 我们看到了 所谓的数字货币 比特币的诞生 到这两年 我们看到所有的央行 都在讨论 或者是说 已经推出数字货币 或者是说 整个国家都在讨论 区块链的时候 我们必须承认 第三个大趋势 就是数字化 金融 那么全球化 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我们必须问大家 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 苹果是谁的 谁的苹果 当然是那个 被咬过一口的苹果 我们能够看到 苹果 从它的设计开始 可能是在美国的硅谷设计的 而它的一些重要元件 包括锂电池等等 是在日本生产的 另外一些 包括显示屏啊等等 是在韩国生产的 触摸屏呢 主要是在中国台湾进行研发 而它的整体组装部分 主要是在中国大陆进行 最后当它组装成功 会把它重新运回美国 在拉斯维加斯这种地方进行展示 分发 最后行销全球 从一个小小的苹果手机 实际上我们就能看到几十年来 所谓全球化的变迁 那也就是产业链被延伸了 它延伸到了整个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 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们 因为参与了全球化的市场 而从中间 无论在供给上 制造上 或是需求上 实际上都使自己的福利 得到了更大的提高 我们可以说 全球的蛋糕 在全球化的感召下 的确是做得越来越大了 如果我们看1978年的 全球GDP会发现 那时的GDP 只有目前的十分之一 然而当每个人所分的蛋糕 都变得越来越大 大家所能够吃上的蛋糕 变得越来越多 每个人对于分蛋糕 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 可能是不尽相同的 如果我们以商品贸易 占GDP的比例而言 请看这一张图就会发现 其实在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他们所分蛋糕的感受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上世纪90年代 我们会发现 低收入国家 他们的商品贸易 占整个GDP的比例是最高的 而进入了新世纪之后 中等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 占自己的GDP比例是最高的 而我们能够看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脱离了低收入国家 而在新世纪以后 中国入世 因此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 也就是说 拥抱全球化的中国 实际上就是这场分蛋糕盛宴里面的 然而当08年金融危机之后 我们会发现 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危机刚过 重债穷国 他们的商品贸易 占GDP的比例是最高的 也显示了重债穷国 在危机当中 或者是在危机之后 国内的经济韧性 拉动性是比较弱的 因此呢 危机过后 他们只能靠主要的商品贸易的进出口 来拉动本国经济 然而从2012年到2014年以后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 实际上进行了星际复苏 但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会发现从全球来看 发达经济体的商品贸易 占它的GDP比率变得最高了 这也许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 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开始了对全球其他国家 新一轮的贸易战 当然除了在经济上分担高 分得的份额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们会发现在全球化的形式下 人和人之间的感受 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张图里面 我们也会看到 全球层出不穷的矛盾 包括而不仅限于阶层矛盾 民族矛盾 世代矛盾 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 也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全球化 带来文化融合的同时 我们也会发现 全球化实际上也带来了文化的挑战 无论是我 在座的各位 或者是在镜头之外 网络上网络下的任何一个人 也许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都不得不 遭到来自灵魂的一些拷问 那么所谓的灵魂拷问 我觉得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灵魂拷问呢 就是到底是谁更好 也就是说 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必然会产生文化的融合 当文化融合的时候 有一些人会觉得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 我原有的文化 实际上受到了浸润 从而它产生了一种被威胁感 或者是被侵略感 这时候他就会问说 到底谁是更好的 到底是谁占了谁的便宜 又或者他会问 别人是不是想改变我呢 我到底应不应该被改变呢 在罗素的论历史当中 我们会发现 他曾经说到 以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历史为例 那么他就说呢 两个国家在一起 即使其中一个 因为武力或者军事上的优势 能够征服另一个 但长久而言 永远是那个 有着更繁盛的文化 或者是说 有的更高级文化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他能够使得自己的文化 浸润到别的文化当中去 因此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如果有的人产生一种反问 他就会说 那么我在这种状况下 是不是就证明 别人的文化比我更高级呢 因此他就产生了一种被侵略感 同时我们会发现 其实文化是一种很模糊的东西 它的传播更多的是 依赖于经济当中的产品 或者是说经济当中的服务贸易 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 它的层次更多样化 它的这个商品的种类更多的时候 实际上它的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就可能更大 那么如果往反的方面想 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会觉得说 既然商品和服务 是带有文化属性的 那么我在感觉到文化侵略感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同时要抵制商品和服务 这也是我们会看到有的国家会说 我们要抵制外国货 用来使自己great again的理由 或者是说有一些搞笑的短视频APP 甚至也成为某些国家 所谓国家安全的焦点 那么我们也会看到 从一个文化的挑战 实际上就能发生出一场贸易战 那么第二个来自灵魂的考问是什么呢 是我是谁 也就是说 在文化融合的过程当中 我们往往会发现 以现代的角度 或者以现代的基础 来看一个历史的问题 有些历史的故事 可能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了 这就使人产生了一种虚无感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我们都耳熟能详的金庸小说 有一本叫做《鹿顶记》 其中的主人公韦小宝有始自终 都在想一个问题 那就是小贵子一直在考虑 他的好朋友小玄子 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皇帝 当然到故事的结尾 他终于想通了这个问题 他觉得小玄子是一个好皇帝 不管他来自何处 不管他过去身份几何 而且既然他是一个好皇帝 那他就是一个好皇帝 因此他就非常安安心心地 结束了这个故事 然而如果跳脱出这个故事 我们就会发现 如果小玄子是一个好皇帝 那么郭靖 还是不是一个大英雄呢 这个问题的本意就是说 如果敌人已经不是敌人 那么英雄 还是不是英雄 如果敌人有了新的敌人 那么英雄 还是不是英雄 我想美国人民 对这个问题 一定也充满着纠结 因为在今年我们会看到 美国人民把他们的这个英雄 像是华盛顿啊 或者哥伦布的头砍了下来 当然是他们的雕像 与此同时呢 把他们的这个经典剧作 像乱世佳人这样的 也都下架了 事实上 从他的历史上来看 你会发现 南北战争当中的李将军 他的雕像在历史上 数次被立起来 又被打翻在地 再立起来 又被打翻在地 显示出 人们对这个灵魂拷问 是真纠结 那么第三个灵魂拷问呢 实际上是对不对 为什么要问对不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会发现 文化融合 这个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对接的成分 然而也会有一些 所谓嫁接的成分 而这个嫁接的过程当中 很可能就产生了一些 价值错位 比方说 我们所熟知的 美国人经常 尤其是今年啊 经常讲的一个黑命贵 Black Lives Matter 在座各位会不同意 这个看法吗 或者是说 我们会有人觉得说 种族歧视是对的吗 完全不可能 对于中国人来说 觉得大家能够平等对待 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然而我们也能够 看到在一两年前 我们的春节晚会上 有一个小品 讲的是中国原非的故事 在这个小品里面呢 有一些这个非洲朋友 实际上是我们的 中国演员扮演的 当时就有一些人 发出感叹 说哎 这个就是种族歧视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美国 如果白人 扮成黑人的话 那么它实际上 就是一种歧视 这源于在种族歧视的期间 那么有一些白人 故意扮演成黑人 以此来羞辱或者愚弄黑人 然而我们的中国 在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上 其实并没有这种感受 也没有这种原罪的历史 因此这种价值的对接 这种价值的价介 对我们来说 何尝不是一种错位呢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可以讲另外一个例子 那也就是说在美国 白人是不可以跟黑人 说吃西瓜的故事 这也源于历史上 种族歧视的偏见 和它的典故 但在中国 吃西瓜对我们来说 并没有其他的含义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 在全球价值的融合当中 实际上某种嫁接 或者是说某种硬性的嫁接 使得文化的冲突变得更甚了 如果忽视掉一个国家 发展的历史 社会的背景 那么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文化冲突带来的灵魂拷问 会使我们觉得更加的纠结 因此我们会发现 全球化 它确实在全球带来了 价值链的重整 也带来了整体价值的提高 然而它同时也带来了 价值的失衡 那么金融化又给我们 带来了什么 我们不禁也要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谁的目标 这个问题的含义就是说 金融化带来的财富增加 或者是经济增长 它到底是实现了谁的目标 什么叫做金融化呢 我想各位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这跟我是不是没有什么关系啊 然而我向大家解释一下 你就知道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非常深切的关系 因为所谓金融化不但是指的经济金融化 而且经济关系金融关系化 而且社会资产金融化 所谓经济关系金融关系化 大家可以扪心自问哈 你跟身边人或者是公司企业等等的经济关系 是不是在很大的程度上越来越表现为一些金融关系 比如说债权债务关系 比如说借贷关系 比如说股权利息关系 比如说保险等等 这都是金融关系化 那么关于社会资产金融化呢 大家应该感受会更深 因为目前如果你看你的资产 你也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你的资产更多的表现为 比如说一些银行理财产品 一些基金产品 保险等等金融化的产品 以至于你的房产 这是目前中国人这个最重要的资产了 实际上在这几十年来 已经变得非常的金融化 那么社会关系如果是金融化了以后 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我想比较通俗的和大家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 一个人支配他财富的能力 主要取决于什么 主要取决于你能够挣到财富的能力 劳动所得的能力 对不对 就是我能挣多少钱 我就有多少支配财富的能力 然而当社会关系 经济关系金融化以后 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那也就是说 你支配财富的能力并不完全 甚至已经不太取决于 你劳动所得的能力 而取决于你负债的能力 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看到 从全球的状况来看 实际上劳动所得 已经长期的 持续的 而且越来越远远的 要小于资本的收益 那从全球看呢 我们会发现 就是举债这件事 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金融化的拟拟当中 越走越深 不断反思 而无法自拔 尤其是近十几年来 我们会看到全球一个长期低利率的表现 这个表现 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 我们会发现 是一个叫做零利率时代 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已经不可能再低了 然而在今年疫情之后 全球进入了一个全球负利率的时代 这会造成什么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当资本所得远远大于劳动所得 会造成这个社会的财富分化 越来越严重 那么如果我们以美国为例 就会发现 40多年来 如果把这个刨除了 通货膨胀的影响 那么60%就是一半更多的 这个黄金年龄的劳动者 他们如果是 就是普通的劳动者 在社会中间阶层的话 他们的收入是没有增长的 跟40年前比没有增长 但是在这个里面 百分之前十的财富的 这样的一个人群呢 他们的收入是翻翻的 翻了一倍 如果是前百分之一财富的人群呢 他们的收入翻了两倍 也就是说 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 没有钱的人越来越没有钱 如果与过去相比 现在的人的子女 就是实际上 他们只有近一半的子女收入 比他们父母 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高 而在70年代的时候 这个比例是百分之九十 由此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个财富分化变得越来越严重 因此在美国 我们可以经常看到 在全球经常也会这么说 说美国百分之一的 前百分之一的富人 他们的财富是后面 百分之九十的人的财富的总和 而且呢 我们会发现 如果你在美国 你的财富处在这个社会的中间阶层 那你如果想说 我是一个中间阶层 我想越层是吧 变到前百分之十去 在六十年代 你的资产可能要翻五倍到六倍 那如果到现在呢 你可能要翻二十五倍到二十六倍 都不止 就变得越来越艰难 而从历史上来看 我们会发现 到了社会财富分化 非常严重的时刻 往往会随之而来 经济危机 甚至是社会危机 或者是战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呢 是因为财富分化 事实上会带来阶层固化 那么左图呢 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名的曲线 叫做了不起的盖茲比曲线 它从实证上证明了 一个社会当中 财富分化的程度 和阶层固化的程度 是成正相关的 也就是说 财富分化越厉害 那么有钱的越有钱 没钱的越没钱 阶层固化就越厉害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看 美国家庭 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家庭 他们的子女 就基本上就是 不到一半的人 就是能够跃升到 最高的四分之一的阶层去 那么 几乎一半的人 是不可能进行跃升的 只有不到10%的人 可以跃升到最高阶层去 那么阶层固化 为什么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呢 实际上你会发现 阶层固化带来的社会不稳定 表现在社会的极度撕裂和焦虑上 富人在这个里面 往往会对穷人说 你穷是因为你很懒 那么穷人呢 也往往会对富人说 你富是因为你很奸 就是你很奸华 你很坏 而中间阶层的人呢 他既没有富人真正的 这种权贵的特权 又缺乏所谓穷人 这种nothing to lose的 这样的一种弱势特权 而且他非常害怕 自己的阶层会下流化 所以整个社会都充斥着焦虑 和不稳定因素 如果要说这种 整个的宏观形式 用一种微观的概念来表达的话 我想我们今年每个人都知道的 一个热搜凡尔赛提 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代表 因为它背后实际上是一个 炫富的叙事经济学 那我们实际上也能够看到 关于炫富这个事 背后有深刻的经济学背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09年中国开启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 到了1011年的时候 经济又重新开始好转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叫郭美美的人 他的炫富 使得全网都开始非常的生气 但你如果看当时其他发生了什么事呢 经济 GDP竞赛成为当时的一个热搜名词 如果当时有热搜的话 经济的泡沫已经出现了 脱使向需的迹象非常的明显 很多我们都不是很 很就是觉得很重视的一些城市吧 当时你如果看当时的报道 就会发现他们当时都在 争当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凡尔赛提的代表作 那么就是有一位房地产商 他说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 应该先实现一个小目标 先赚他一个亿 2016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 想一想那一年的房价是怎样的翻翻 你就能知道 那么到了2020年 我们会发现凡尔赛提他崛起了 凡尔赛提他也倒掉了 今年有一个批判 对于拼单民园团的扒皮 嘲弄和批评 实际上就预示着凡尔赛提已经倒掉了 当然这种情况不止在我们的国家 也不止在这个时代发生 在美国同样在发生 而如果我们回溯到刚才讲的 盖茲比的那个时代 就会发现 这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叙事经济学背景 也就是说盖茲比能够成为20年代 所谓这个美国凡尔赛提的代表 是因为那个时候 美国经历了颗粒汁的繁荣之后 走入了一个喧嚣的时代 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美国人每六个人就拥有一辆小汽车 而英国呢 是每一百个人才拥有一辆小汽车 那时候的美国工业指数和它的GDP 都在不断的高速增长 美国人曾经放出豪言说 很快贫穷或者穷人这个字眼 都会从我们的字典里要消失了 一夜暴富的神话比比皆是 那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喜剧演员 比较有名的叫格雷乔 他写了一个传记 他那时候在百老汇20年代 在百老汇的周薪是2000美元 这其实已经算是一个高薪了 但他认为说 这点钱对我来说这是太少了 因为我能够从华尔街内幕交易当中 得到的收益远远的大于此 这就是当时凡尔赛提崛起的写照 而不久我们都知道 1929年来临了 史称大萧条 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炫富的叙事经济学 在当时这个节点上就发生了 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此之前 影视剧当中的女主角 即使作为一个平平凡凡的普通女子 她住的房子也简直像图书馆一样的大 然而这一年之后我们会发现 影视剧当中的普通人 确实就住着一个小小的房子 有着一个小小的厨房 为她的家人布置着美好 而小小的生活和小小的愿望 那么她的生活主要就变得朴素 节约并以这种简朴为美了 因此我们实际上 从整个这个金融化的过程 和从她的财富风化 到社会不稳定当中能够看到 金融化给全球带来的是一种 财富分配的适衡 那么第三个趋势是数字化 当我们说到数字化的时候 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大家有没有想到过 就是这个世界或者是说 这个社会是先有社区 还是先有银行 我想大家应该会说 当然是先有社区是吧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前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比如说所谓互联网金融啊 金融科技 科技金融啊等等 如此之类的一些 概念兴起的时候 我们在一些国际会议上 碰到很多金融界的专家 在讨论的时候提出来的 那是因为呢 他们就说 现在好像发现 就是银行的业务 还是被需要的 就是他的这个交易方式 业务其实都是被需要的 没有改变 但是银行这个机构 好像就已经开始衰落 或者变得鸡肋了 因此当时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说我们应该想的问题 不是说银行应该怎么变 就是这个机构 应该增加什么 或者减少什么 而是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到底是先有社区 还是先有银行 因为我们会发现 这个问题不止出现在银行上 那我们现在看到说 随着科技的加持 实际上我们的市场 市场化 实际上是锐不可挡了 但是传统的市场 基本上都消失了 我们也能看到 商业是变得越来越繁荣了 但是呢 传统的商场 实际上都门可罗雀 或者是说难以为继了 我们有很多 不能理解的概念 比方说 整个商业很多的模式 变得既越打越不能倒 又同时越大倒的越快 变得既非常的去中心化 又变得非常的头部化 然而我们追寻 这个问题答案的时候 不应该舍本矚目的来想说 这个机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而是要想到说 这是因为互联网渗透到了 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之后 我们生活场景发生了改变 什么叫生活场景发生改变 那就是说 我们的社会关系 和人与人之间交互的方式 发生了改变 就像是今天 当我在这里演讲的时候 可能有更多的几十万 或者几百万 或者更多的人 他们能够听到我在说什么 他们甚至也能对我说的话 做出评论 他们甚至也能对我的 就是做出的评论 再做出评论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 与过去我们所熟知的那种熟人社会 现场社会 这样的一种交互方式完全不同 在几十年前 如果你要认识一个对象 找一个结婚对象 你必然要通过你的父母 你的亲戚 你的同事 你的同学 总之是一个熟人关系进行介绍 如果你找了一个 谁都不认识的人 在街上找了一个人 大家就会觉得 你疯了 但是现在呢 你可能在千里之外 万里之遥 通过各种扫一扫 什么什么摇一摇 什么什么碰一碰 拼一拼等等方式 你就真的能够找到一个 与你心灵相通的灵魂伴侣 据我所知 有一些人真的就终成眷属了 觉得这就是我要厮守一生的人 然后就真的厮守终生去了 那因此我们能够看到 人和人之间关系交互发生了变化 因此我们已经是在另一个世界 用另一种方式生活 因此我们的需求 所需要来满足这种需求的机构 必然也会发生变化 如果我们还是以传统的方式 来看到增增加加 或者是说减减少少 那么我们就像是 在一个二维的世界 看三维世界 从二维世界里看 你无论从哪个方向看 都只能看到点或者线 因此你无法知晓全貌 而真正退出这个世界 有纵深的来看整个生活场景和社会场景的改变 你会发现在三维世界里 你的未来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整个社会的建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那机构的建构自然也要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说 数字化带来的实际上是一个建构的失衡 那么我们看到的三个大趋势 带来的三种失衡之下 全球治理的确面临着一个新的拐点 全球在一个非常纷乱的年代里 它的自发性 损失性 无中心性和群体性 愈发的突出 那么自发性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英国的公投要脱欧 那么损失性能够看到美国总统的推特 在无中心性上我们会发现 例如法国的黄背心 当它发展成暴乱的时候 实际上你会发现 它并不是一个有具体的领袖的 有具体的核心或者关键人物的一个暴乱 那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动乱呢 实际上也向我们宣告了群体性这样一个特征 那它其实都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三个趋势的产物 以美国总统的推特为例 我们会发现 它在推特上讲的第一个主旨 非常鼓动人心的就是不公平 而且为美国人民所接受和喜爱 那它所说的这个不公平 实际上跟我们讲的金融化带来的财富分配的失衡 就是以脉相承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实际上说它是再次伟大 Great Again 这个呢跟我们说的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浸润 实际上非常相关 那么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推特本身就是去中心化的 也就是说过去只有精英能够拥有更多的信息源和信息 因此它能够在拥有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 俯视众平生 而目前呢任何一个普通人如我们都可以拥有很多的信息源和信息 同时自己也可以成为别人的信息源 因此人民群众实际上已经厌烦了过去由精英来掌握话语权的方式 这使得美国总统的推特去除中间的精英阶层直接和基层对话 成为可能而且成为一种受欢迎的方式 因此我们实际上整体来说会发现 目前我们所遇到的困境 就是当我们在二战之后 史上最长的和平和繁荣年代里已经习惯了物质的风雨 同时呢我们又面临着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以及劳动生产率面临瓶颈 而使我们的这个物质风雨可能不能够能那么好的持续下去 这样的一种困境 那么我们实际上也面临着既希望去中心化 又希望中心化来帮助我们维持秩序这样的一种困境 那因此我们再谈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种大变局 实际上是新社会形态需要新组织结构 所带来的一种极大的冲突 事实上我们在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 不妨把时间拉得再长一些 也就是说往前一百年 往前两百年 往前三百年来看 我们会发现什么 每一次当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工业革命 就是技术革命以后 都会对社会的结构和形态产生非常大的触动 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上 比方说有更多的人可以受到更高程度的教育 比方说有更多的人可能可以进入到经济生活当中来 比方说有更多的人可能进入到城镇化的序列当中来 因此他对整体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 以及城市的组织结构 实际上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这种影响下 社会形态发生了变化 但是过去管理它 或者是说提供公共服务 或者是说进行市场监管的组织结构 没有跟上这种节奏 那会发生什么呢 在有的国家 有的地区 或者有的阶段 发生了革命 发生了暴乱 甚至发生了战争 那么无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到最后必然在不同的这种时段 进行了各种力量的博弈下 我们会发生 会有新的理论突破 以及有新的组织架构的出现 才使得整个社会又重新协调平和 然后获得新的公平和保守公平 来往前行走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所遇到的困境 也许我们现在 就已经站到了历史的一个岔路口 何去何从 那么大家会问说 你讲了一个这么宏大的历史叙事 那现在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里还有几个小时 马上就要进入2021年了 2021年到底会怎么样 你倒是说一说 我认为2021年从0到1 也是从2020年到2021年 是一个从0到1的变化 我们将会进入一个新的相持阶段 那么从经济 从政治上来说呢 会是一个混乱和秩序的相持 从经济上来说 会是一个恢复和分化的相持 从技术上来说 会是一个技术迭代 和现有传统的相持 我想也有很多人会提出这个疑问 就觉得说 因为是2020年到2021年 就是说从0到1 你就是很富惠啊 我觉得不是这样 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 然而我认为它是从0到1 有一个飞跃 还是因为2020年产生了一场新冠疫情 在疫情产生之初 很多人都说 这场疫情将是一个历史的拐点 它会使得整个世界改变走向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这个历史的走向 早就已经注定了 就像我说的 世界早就已经病了 疫情不过是大趋势当中的一个小高潮 也就是说保守主义 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 在2016年 英国公投脱欧 以及特朗普以黑马姿态上台的时候 实际上就已经显出端倪来了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两件事情 可以作为全球在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范式 在逐渐溃破的象征的这两件事情 在今年的年底都有了一个初步的协调 那么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尽管他一再强调说 我绝对不会接受败选这件事 但他还是接受了 那么第二件事呢 就是英国脱欧 这件事真是一波三折 一波五折 一波十折 实际上在纪念一月份的时候 他已经脱欧了 老实说 他只是贸易协定 没有最后的谈成 到了12月上旬的时候 约翰逊还放出风来说 很对不起 就是这个贸易协定真的是可能谈不成了 现在我已经跟欧盟啊 法国德国啊 都已经都已经谈崩了 那么我跟这个冯德莱恩和马克龙和默克尔都已经 就是互相都不理了 不说话了 然而在12月20号的时候 英国宣布封城 他说现在病毒有了一个新的变种 而这个变种它的传染的这个速率呢 实际上比过去要高出70% 由于一场人道主义的灾难 反而使得人道主义的光辉和理想 重新照耀了英国和欧洲 他们又重回谈判桌 而且很快实际上就达成了协议 从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个人觉得 如果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 人类因为疫情感到了恐惧 从而产生了慌乱 所以在全球不断产生着各种攻击 攻迁是吧 凌乱或者冲突或者撕裂 变得一加严重 那么到了12月份的时候 这个恐惧变得不一样 也就是说2月份的时候的恐惧 大家是认为说 这个恐惧即将过去 这样的恐惧 而到了12月份 当疫情仍然没有消失 反而出现了新的变种 人类的恐惧变成了说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恐惧 会不会过去 这样一种恐惧 也就是说 当我们真的对于自然规律 产生了极致的恐惧的时候 我们反而对市场和自然 都产生了敬畏之心 也就像是我说的 人道主义的理想最终挽救了欧盟和英国之间的协议一样 我们会深切地发现 新冠疫情在整个历史的趋势当中 它是一个加速器 但同时 由于让我们更明白对自然的敬畏 使我们产生了反思 因此它也变成了一个制动器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从明年开始 是一个由零到一的变化 反思即将产生 相持即将开始的原因 那么具体而言呢 我觉得从这个全球化 或者是从政治上来看 明年是混乱与秩序相持的一年 全球化依然会举步维艰 但我认为逆全球化 其实是没有市场的 当然我们会说这个世界不破不利 但从明年的基本场景来看 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大破大力 那实际上从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或者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关系来看 我们也会发现 过去大家都会说 说特朗普他可能对华态度 特别不友好之类的 但其实我们会发现 比方说有一些 比如说重返亚洲 或者是说关于这种 只买美国货等等条款 其实在奥巴马时期就提出来了 其实我们应该深切地认识到 博弈是长期的 那么中美两国的关系 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近和关系 认识到长期性 就像我刚才说的相持性 才能使我们做到更好 那么从经济上来看呢 我认为明年应该是一个 恢复和分化相持的一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今年实际上在疫情的袭击下 我们会发现一个 就是非常明显的迹象 那就是说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 实际上他们的公共服务能力是不同的 公共管理能力是不同的 公共医疗服务的条件是不同的 那么同时呢 比如说以防控疫情为例 他们的管理水平思路和防控的能力 也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 他们的经济规模以及经济韧性 是非常不一样的 他们财政可支出的这种能力是不一样的 以及他们的货币政策的空间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就使得在今年我们实际上很明显的看到了 不同国家和地区 他们防控疫情的情况 结果以及他们经济恢复的速度 发生了很大的差异 那么到明年呢 我认为这种情况还会继续 在恢复中实际上这种风化 也会显得愈加明显 另外一个对于个体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而言 我们会发现在今年 由于这个史无前例之史无前例的大放水 因为08年金融危机 我们已经说是史无前例的大放水 但是呢 到了今年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是史无前例之史无前例的 这个货币大放水了 那因此呢 它实际上会使得金融化 就是全球在金融化的拟拟当中 越陷越深 我们现在不仅已经看到了 全球央行的资产负战表 是前所未有之前所未有的高 而且还会发生 还会发现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那也就是包括像美股在内的 它的市值 实际上是比疫情之前更高 就是你经济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 就业没有恢复到疫情之前 但是你的股市的市值 比之前还要高 也就是说 全球在财富创造缩水的同时 整个的财富却增加了 那么由于这个诡异的事实 我们只能说财富的分化会进一步的加剧 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对于个人来说 因此我想奉劝大家说 经济发展应该是喜悠相伴 大家且行且珍惜吧 那么从技术上来说 我认为技术迭代和现有传统 实际上会有一个相持 主要我认为从明年开始 这个技术会集中在三个领域 那么第一个领域应该是生命健康安全相关技术 包括咱们今年就看到的疫苗 疾控 粮食等等 一方面在这一些领域的技术 包括生物化学技术等等 实际上可能会产生一些突飞猛进和突破 然后另一方面 实际上各个国家对于这几些项目的这种国家 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技术合作或者加持 实际上这种疑虑也会加深 那么第二个项目是互联网相关技术 那么一方面我们能看到 包括中国在内已经将这个数据的运用 作为了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 这个说法绝对是对的 那么在明年应该说大数据的应用 人工智能如何降低成本 实际上会成为这个领域研究的观点 研究的关键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 实际上就是说从过去的监管的思路和水平来看 大家也会产生一个反思 也就是认为说大数据隐私 以及平台的垄断到底应该如何监管 明年可能同时也会成为重点 那么第三项实际上是有关国家安全的 我们会看到在国家安全的这一点上 实际上科技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在明年开始可能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因此国家之间可能对于上天蓝月 五阳桌憋 这个芯片的研发 可能更为重视 但另一方面基于国家安全考虑 使得企业在各个国家 比如说贸易和投资的限制 也将会增加 那因此呢 我们还是要谈到说 当世界已经病了 我们该怎么办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 只是现在开始说世界病了 并不是合适的 因为实际上对于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应该说中央已经早就做出了 非常明智的判断 所以从19大报告里 我们就看到新时代的展望 实际上我们已经踏上了全面开放的新征程 而且呢我们在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当中 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也被纳入了联合国决议 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这个发展新蓝图呢 实际上现在得到了很好的实践 那么在今年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年度里 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 这个全球目前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自贸区协定 RCEP也签署了 而且中国实际上也已经公开的宣称说 我们是非常欢迎 欢迎而且愿意积极的加入CBTPP的谈判 从2020年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来看 全球疫情对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 任何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但如果整体比较下来 我们会发现中国在防控疫情上 做的是及时得利 而且效果也是相当好的 这是一个绝对值的数值 那么中国实际上是感染病例最少的 确诊病例最少的国家之一 那如果是跟我们的整个基数相比 那可能就没有之一 而是做得最好的了 因此我们会发现在整体的 全球经济衰弱的状况下 中国发生了两个非常重要的 这种经济上的状况 一个是在脱钩的呼声下 我们的金融反而是反脱钩了 也就是我们看这个境外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债券的这个持有 以及北向资金的净流入 实际上是增加的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大家实际上都已经知道 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看一下 中国经济的V型复苏 不但复苏较好 而且是完全领先于全球 以及其他国家 包括发达国家的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 中国的这个进出口啊 实际上在全球经济虚弱 非常疲弱的状态下 我们的出口包括我们的贸易啊 在全球实际上 份额是不减反增 而且在其他国家 由于他们比如说 防控疫情不利 或者等等原因下 他们不能够完成和履行的一些订单 很多实际上也转移到了中国 正如屡次获得普利策奖的 美国新闻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托马斯福里德曼所说的 他说新冠没有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 却成了西方的滑铁卢 那事实上呢 我们并不因为我们过去准备充足 而有所骄傲 我们也看到在今年 关于十四五规划和2035的远景规划建议 实际上已经出台了 对于时代背景 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 实际上我们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同时呢 我们的这个时间定位定在五年和十五年 那么我们的重要战略实际上是 创新是核心 安全是基础 实际上为我们未来五年 十五年 乃至更长时间的规划 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计划 那我们也能够看到 今年实际上是我们 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之年 而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那因此呢 实际上在两千多年前 孙子兵法里就说 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 我想说 所谓先为不可胜 实际上就是总书记提出来的这句话 保持战略定理 办好自己的事 那么我想我的演讲到这里呢 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2020年是不平凡 也不平静的一年 2021年 我想它仍然是不太平的一年 但是 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理 办好自己的事 迎接我们的将是更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 谢谢万老师 刚才跟我们带来的分享 也请您一部我们的沙发剧 来做一个分享之后的交流 我觉得刚刚这一场 真的是信息量特别大 不知道在座的听众 是不是跟我是一样的感受 其实前两天 我刚在网上看到一个 特别有趣的评论 这个评论说的是 全球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我们明确的知道 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 我看到您也援引了很多 今年发生的大事 比如说在这个中美贸易战 带来的一些 关于贸易壁垒的讨论 包括还有刚刚落缺的 这个英国脱欧 还有这个很多 我们说的这个 国际社会的黑天鹅 那在这样一些 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今天 作为您对这个全球化 依然还保有坚定的信心吗 怎么看待2021的全球化 我对全球化 一直是保有信心的 然后我认为呢 就是其实你如果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 有时候如果我们局限 以此时此地 就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只有我在经历 然而如果你从历史的 维度来看 就知道逆全球化 其实从来都不是 只在此时发生 那么包括在一战二战之前 我们都看到逆全球化 在不断地发生 那么可能在历次的 这种经济危机之前 社会贫富风化 加剧之前 每个国家可能 它的保守主义 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都会上升 世界上其中也有一些 这种玩弄政治 或者操控政治的 一些原因 那因此我们看到 比如说一战之前 也有这种 比如说像德国 英国当时 实际上就有这种 就是说保守主义上升的状态 甚至有一些国家之间 断了贸易往来 那么在二战 比如说在这个 大萧条时代 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 美国甚至就出台了 这个保守主义 高涨的一些法规 那么使得就是 整个全球的经济萧条 实际上陷入了 一个更深的深渊 因此当然人类 就是说在不断地 重复自己的历史的同时 我觉得还是会变得 更聪明的 所以从目前来看 我认为我既不觉得 这个所谓 逆全球化的风潮 是一个新鲜事物 我也不认为 逆全球化的风潮 会最后成真 尤其是到了今天 我们会看到 数字化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社会场景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就像我刚才说的 千里之外万里之外 已经不是一个 非常遥远的距离 如果这个时候 你还说 就是说地球不是平的 而是可以被隔离的 我想这实际上是一种 毫无远见的说法 因此我认为 全球化的问题 只是在我刚才说的 这一些问题当中 我们要解决 它的一些微观的冲突 而不在于说 整体的全球化 到底要不要发生 因此我的回答 应该是我认为说 全球化是必然会向前推进的 逆全球化是不会成功的 但是全球化需要一个旅心 需要一个新的组织架构 来对新的社会形态 进行一个新的治理 您回答的特别的 老师把他声音推上去一下吧 说明我们是真直播 现场也是一样 像我们的国际形势一样 有这种不可预测 所以大家要 对的 随时做好准备 没错没错 但是你还是在不确定性中 找到了确定性 对的 真的是切合了我们今天的主题 刚才我就是想对您的这个回应 再做一个新的提问 其实因为刚刚您提到了 有些细节 比如说 您讲到一个是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没有国家是一个孤岛 所以说其实全球化是一个 也就是间接地回答了 它还是一个不可逆的 或者说是 一定是适时而为的 这样的趋势 对 同时您还提到了 其实从您的主题 我们就看到 纤维不可胜 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丝丝 这个竞争的这个因素 在里面 特别是今年 我觉得还有一个大的事件 就是我们知道 成都的美领馆 它的关闭 再次把我们 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 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 这个两个经济体之间的 一个竞争和合作 这样的一个微妙的关系 再一次又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作为您刚才的演讲 我看有很大的篇幅 也是在关注美国 或者说中美关系 这样的一个角度 那怎么看待 未来这两个国家之间 到底是竞争 还是合作 还是说战略性竞争 战略性合作 怎么样来概括 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呢 实际上我还是一直认为 就是说 所谓的一个竞和关系 是长期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 不会因为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时间 做出来的某个决定 就能够彻底推翻这种关系 那么我们看到 实际上 无论在外交国际关系 或者国际经济上 它实际上 我们经济上经常叫均衡 那么在政治上 可能叫军事 那也就是说 就是平均的军 这个事 就是那个新势力的事 那所以说呢 无论是军事还是均衡 也就是说 大家的关系 实际上都不可能 是一个长期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比如说亲兄弟呀 或者是说好夫妻呀 或者是这个热烈的情侣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种熟人关系 而它是一种长期的既竞争又合作的一种关系 而正像是我觉得就像是更像是你和你的同事 或者是说一个公司和另一个公司的关系一样 或者是说像产业列上的不同步点一样 彼此之间既不能缺少 但是呢又并不是一种完全亲密无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样来理解这个国际关系 或者是经济关系实际上是更加理性的 我也看到你所说的就是 可能有一些网友 他们会更加就是感性的去认识这样的一种关系 就很容易为其中的一件小事啊 或者是一个短时间的某件事啊 这个患得患失 其实我觉得中美长期的关系 应该来说就是 可能会是对手 但是也可能是对家 所以我认为这种近和关系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长期关系 其实还是要把眼光放长远 去展望未来 没错没错 如果你回看比如说五十年 然后再往前看五十年 就知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其实我们在中间是沧海一宿 但同样我们还是要从历史的长河当中 吸取到我们所应该吸取到的经验 然后就是以比较正面的光明的这种心态 向前推进 嗯 就是说是最坏的也是最好的时代 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最后问一个大家也是特别关心的问题 可能我相信很多在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 也会很想问您这个就是关于经济 那明年我们都说今年是寒冬 包括这个疫情以及等等您讲到的这些事件的这样的一个波及 那未来全球的经济走势会是一个怎么样的 这个也想听一下您的预测 全球经济走势总体来说就是像我刚才已经说到的 就是说明年的这个经济分化会更加的严重 那因为不同的国家实际上在今年的这个防控疫情 以及这个就是财政政策发力的这个空间 还有就是说对于就是整体经济恢复的这种动能 实际上上面都不尽相同 所以我认为在明年的这个经济发展或者恢复当中 分化会更加的严重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今年看的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就是说全球的央行负债和我们看到的这个股市的市值 实际上是前所未有的高 那么负债前所未有的高呢 实际上我们通常来说都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知道说今年欠了很多债 因为大家都没有工作嘛 就是我们这都有工作 但是但是比如在美国或者英国啊 很多人都没有工作 他是要用财政补贴的 但是呢对于这个整体的股市的市值达到了一个就是高点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在没有创造财富的状况下 财富却达到了一个新高 这实际上会使得财富风化 就是财富分配的风化 就是也是会更加的剧烈 所以我认为明年总体来讲呢 就是资本市场可能发展不会差 但是总体的经济风化会更加明显 而这种潜藏的危机呢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非常警惕的 谢谢汪老师跟我们的分享 以及这个演讲后的这样一个更多细节的一个解读啊 然后也是要和您一起在更多的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 也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再见